貨車車頭已經被熊熊烈火吞噬 就害怕猛烈火勢會持續延燒 消防人員趕緊布水線進行滅火 火勢不到10分鐘就控制住 後續消防人員也拿出熱感應器進行檢測 在溫度較高的地方再一次進行灑水降溫 貨車起火發生在20號深夜11點多 台東市大永路巷子內一間倉庫前 帶你來聽一段訪問 連續蹦兩根 然後就想說怎麼大半月的輪胎放電話 一直這樣出來看就爆炸 所以有爆炸聲喔 就是蹦應該是輪胎爆掉的聲音 附近居民表示聽到爆炸聲響後就看見貨車起火 所幸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不過在偏僻的巷弄內 大貨車無故起火燃燒 還有帶火雕科人員釐清原因